不管素食婚食 不管好吃奶吃 不管名店黑店 一定有人會喜歡 -大家好 我們是夠維 跟我是白龍 -我是小樹 難得要介紹一間店 因為我們很少拍單間的介紹 我們以往都是拍那種懶人包 很多間集合在一起介紹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拍單間的介紹呢 因為我們吃的時候真的是讓我們為之驚豔 -對 我們在吃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很想要拍成影片給大家看 過到現在才介紹 然後在IG跟Facebook上面 有很多人敲碗說 我們想要看影片版的 然後他們現在菜單已經穩定了 可以剛好來拍一個影片 完整的介紹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位於東區的Safuto -好 我們進去吧 Go 我們來到店內了 -為什麼你的頭髮變得這麼淺 哈哈哈 是跟我們的Vegan理髮廳 台灣唯一一間完全Vegan的理髮廳 -沒錯 我們有拍過介紹 右上角有連結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的設計師Parson 因為我們的頭髮上的所有權 不歸我們個人的所有 -都是歸他管 交給他處理 他們主打的就是無膚質料理 基本上99%都是無膚質 只是有一些 講什麼 可能有2% 3% 他們還沒有辦法找到取代的 但他們盡力 都能百分之百無膚質 然後上面的數別 也比較是很清楚 算一個日商公司 原本是在台中做烘焙 叫七季烘焙 然後他們在去年的時候 開始要準備推一個餐廳的計畫 然後他們就選擇在台北東區這邊落腳 -超級喜歡 尤其是你去日本吃過道地那樣的事 就覺得 好像又來到日本旅遊 因為日本的調味就是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後來了解 發現他們的主廚都是日本人 全部都是日本人 而且跟你講現場主廚 全部都會講日文 -想要學日文就來這邊 不是 因為我們第一次來拍的時候 全素的餐廳沒有到那麼多 然後我們跟他們餐廳聊過的時候 他們在特別有做出全素的咖哩醬耶 -對 全素咖哩醬喔 所以我們今天點了四道主食 我們來試吃給大家 介紹給你們 熱門銷售量餐 叫京都何時御膳套餐的感覺 四道菜 然後一個飯跟一個湯 這個是全素的喔 聽說它這個都是用小農的菜去做的 -好軟嫩喔 這個厚頭菇 感覺很重口味 -對 我以為這個醬好像那個 北京烤家的米醬 -甜麵醬就像這樣 對 甜麵醬啦 -好多菇吃起來超像里茲肉的 -搭配它的飯好不好 -好 搭配飯 跟配菜一起吃些 -有個蔬菜的甜味 你要不要講嗎 -嗯 因為它的飯是偏 有點像燉飯的口味 微微微微的香菇味 -喔 好敢動喔 雖然飯到我想哭了 說什麼 它這飯可以單速搭碗 我一定會滾 -我覺得很好吃耶 然後搭配它的其他配菜再看 -這個四季豆 冰冰涼涼 芝麻的香氣 -它這邊有一盤 就類似那種關東煮的感覺 有沒有 -它的南瓜燉的 好軟喔 -那個菜本身味道做得超棒的 -有那個湯的香味 感覺吃得到蔬菜高湯了 -好好吃喔 -它感覺一頓煮跟霍士博的這樣 很透徹的 -我覺得它的豆腐壓得比較紮實 -但你吃起來口感會比較不一樣 -嗯 哦 這上面應該跟這個一樣 -就有點像台灣的醬 它這種煎很像烤麻糬 有沒有 -它應該是用烤豆腐 味噌很重要 它是日本的代表 -對 來吃吃看的嘛 -這味噌有另外一個 有點微酸微酸的味噌 味噌湯 -台灣人滿有清甜的 對對對對 -所以你們喝到這邊的味噌 因為這才是日式味噌 -好味的日式味噌哦 日本來的 -對 它有點微酸微酸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它的咖哩飯系列 它其實原本咖哩飯都是有五辛的 洋蔥當作基底 去提升它的甜味 它沒有經過研究 它是不會輕易拿掉 -不然它那個味道會變掉 -其實在日本吃素 它們是沒有在顧忌無辛的耶 -對對 日本沒有在顧忌 -所以它們會覺得說 欸 你怎麼在台灣不能加洋蔥 它會覺得怪怪的 反正它們有推出全素的咖哩 -不是這一道 我們等一下來吃 -下一道 下一道 -我們先吃它原版的 -對 原版的咖哩 -哦 好酸哦 超好吃哦 -它們咖哩是非常濃郁型的 滿涼的 -對 邊甜的咖哩 濃郁型 帶一點辣 它這個咖哩沒有辣椒 它全部都用辛辣去調出那個辣味 -然後你們要知道 做咖哩要做無複質 非常難 -因為它原本都是要加麵粉去 把它調稠 -看你們知道它加什麼 台灣的芒果 -芒果入彩 超酷的 -而且是台灣當地食材 -果泥 然後加到咖哩裡面 -哇 你自己做的排 -提供了口感 因為怎麼太大的味道 偏你一樣 -就你咬一咬之後 它會慢慢慢慢化掉這樣 -嗯 我們下一個吃全素的咖哩 這叫精進野菜酥脆剩咖哩 -它這裡有一個類似豬排 用豆包去炸的 -炸的 它上面都是果 麵包粉 -但它會做到無複質 它用米麵包打成粉 -然後再把它裹上去 而且米麵包你要打成粉 -它會黏在一起的 像墨鏡那樣 -所以它打的過程中 你還要一直冰冰箱 -然後再拿出來打 再冰冰箱拿出來 -很費工 裹在那個豆包上面再去炸 -哇 職人精神 果然是日本的 -酥脆 -口感完全不會覺得 跟用麵包粉有甚麼差別 -我居然是無複質 -因為它關鍵在皮耶 它皮只要炸得夠酥脆 -它裡面是軟軟嫩嫩的 其實就很像豬排了 -然後再大胃咖哩 就在回憶起以前吃豬排咖哩飯的感覺 -處理得非常好 好好吃哦 -我想看到這邊 你就先按暫停過來 先預定一下 -對對對 它全素的咖哩醬 就沒有像它原本的那麼甜 -因為它這個就不是用果凝去做的 它有加別的食材去做 -芝麻 花生 夏威夷豆 下去打成粉 -夏威夷豆 用高級哦 用咖哩醬裡面 -它可以提供用油脂 可以讓你整個咖哩醬 -不會那個辣味那麼直接刺激 -嗯... 我們來好好隆重介紹這道 北海道食品 -是撒鬍豆的 壓軸的餐點 -對 它之前是隱藏菜單 後來... -被我們拱出來 -哈哈哈 現在在菜單裡面就點得到了 而且每日限量10份 真的想要吃這道 先打電話來預定 -對 我要吃虛樂粉 -呵呵呵 可是這個只能吃到五星醋了 -五星的咖哩在裡面 一開始上來的時候 我以為它是甜點還是湯 -因為它在那邊補一層那個白色 第一次看到 -然後到時候去翻的時候才翻 下面是關東粉耶 -然後有咖哩醬耶 -很難想像它的味道耶 -這真的很好吃耶 太好吃了 它豆腐霜涵蓋了什麼口感的味道 然後它豆腐霜呢 都是從日本來的 你在台灣買不到這個味道 只有這間店 來這邊才吃得到 我們等一下後面也會吃到甜點 -大量用那個豆腐霜去製作 -你想像它一直回歸那個味道 你知道嗎 -就是你的味蕾有被充滿的感覺 -有被填滿 而且要沸在這邊 像小豆腐霜 我們享受完他們的主食 接下來要進重頭吃了 就是他們的甜點 全部的甜點都全素於富足 -點火茶豆腐卷 -稍微有點力氣 -OK 好吃 -然後一起吃一吃 -好 滿滿的豆腐霜 -放一顆栗子有些資料 -很清爽 完全不會膩 然後那個抹茶香一直冒出來 對 這一個豆腐霜應該是說 裡面膏體的比例比較多的 還是跟一般的蛋糕有一點點不一樣 沒有那麼的蓬鬆 有一點黏黏的感覺 -這個好處它的豆乳霜可以完全補足這個 沒有加牛奶或雞蛋這個膏體 都有一個缺點的地方 然後它上面還有抹茶呢 一條一條的絲 -好 幸福 而且沒有很甜哦 我超喜歡的 -聞不來哦 聞不來哦 很多不同層的結構去堆疊起來 基本上有三層 蛋糕體 然後餅乾 -然後上面還有豆腐霜 奶油 -三層一樣一起吃到的 對 -然後它的這個紫色地瓜 它跟豆乳霜比起來又更綿密的一點 -這個濃稠層就不一樣了 性能餅乾 餅乾的部分 它比較粉粉一點 你咬的時候它有點散掉這樣 在嘴巴裡面散掉 然後你再加這個豆乳霜 -又把它黏在一起 呵呵呵 -就是混合一個口感 -哎呦 這個形容不錯 -提拉提斯... -這個感覺豆乳霜就是用超多的耶 -超多 好爽的這個 -哇 這一道絕對是豆乳霜必愛的要點餅 -可是咬下去就用豆漿出來 哇 -比較醜一點啊 其實算比較醜一點 -這個它有用豆乳起司加在這裡面 所以它吃起來豆乳霜的 比較濃稠一點 -然後剛好把它那個糕體黏在一起這樣 -我個人最喜歡的 白色戀人 -欸我覺得它這樣子用得好漂亮 用得很公正 -這很清爽 它整個都比較冰耶 -讓我想到一般來吃奶蛋糕的蛋糕了 -就可能是這個海綿土 比較像一般的蛋糕吧 -稍微有一點點 比較膩一點 -不然是不是有吃了四個 因為豆乳霜吃太多了 -我發現它那豆乳霜越冰越好吃耶 -越冰越清爽的那個 四樣的甜點都吃完了 -推薦你也來 一定要吃一下 -打不到一些飲品 我們來喝給大家看 -我這個是芒果甘酒 豆乳甘酒 然後做熱的 -甘酒是日本 它沒有酒精 -它只是一個發酵 然後它們是稱之為甘酒 放心的點來喝 對於消化非常有幫助 -我覺得喝起來真的有一種在喝酒的感覺 然後它算是日本的一種甜的飲品這樣子 -它是清甜 很像小米酒那種粉粉的 -對對對 因為它有用米區下去做 -但是它不會有那種酒精味出來 -飲品推薦一定要點甘酒類的 我們家點的這個呢 是實在推薦日本烘焙茶拿鐵 它是用茶跟豆乳下去做的 然後茶的話是屬於比較重培的茶葉 -所以它會有一個香味 -好好喝哦 濃郁 它其實就是豆漿紅茶啦 只是它的茶葉跟它的豆乳用的等級不一樣 -那個茶好香哦 茶感很好 剛烘焙出來的那個味道 偏好喝茶類的盆可杯點對不對 -好 我們的灑芙豆就介紹到這邊 這間是我們非常非常推薦 -你來台北東區一定要品嘗的一間店 不管是吃素食魂 都應該要來品嘗看看 這間店目前列入我個人心中 台北前三名的餐廳 就遇到人都會 欸 你有沒有來這邊吃過啊 -就不要來的 你吃飽了沒 吃過灑芙豆了沒 -吃過糙了沒 對對對 洗腦背包 今天重點介紹一些餐點 其實它有很多其他餐點 我們是沒有介紹 你也可以自己來嘗試 -來探索一下 像它的豆乳冰淇淋 -還有它的商業午餐 還有飯糰 影片發完之後 應該就有點到那個火鍋 你在餐點面吃到的甘酒啊 咖哩醬啊 都買來到了 然後他們還有出五膚子的餅乾跟豆乳 是日本進口的豆乳 像我們今天吃到蛋糕啊 你還可以買一個大尺寸的 -當作生日蛋糕 直接外帶回去吃 超讚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趴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點 -喜歡記得點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-就是我們分享 我們每週六晚上9點準的在YouTube發布影片 禮拜一到禮拜五不定時發布 -我記得開啟你的小鈴鐺 才可以收到最新的通知 你們也可以把你們心中排名第一的 素食餐廳推薦給我們 我們去吃過 覺得真的很讚 我們也會單拍一間介紹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我是拜囉 -走速 掰掰 See you